HELLO 大家好 我是翁哥來 今天要來教各位一個省錢小妙招啦 今天這個省錢小妙招其實也不是自己發現的 是國外的這個實況主 國外的YouTuber 去發現這件事情 我只是剛好看到這個影片 然後就把他想說 欸 好像確實也可以來水一部影片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非常客家的玩家的話呢 可以稍微小小的來節省一下資源喔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件事情呢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咒術迴戰聯名活動的活動商店裡面 目前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啦 所以應該大家想要使用這個小知識 應該也是時間蠻充裕的 就是在最後這個加碼活動加碼商店裡面的 未知卷以及能量的這兩個部分 到底換哪一個是比較划算的喔 那這邊如果想要看換哪一個比較划算的話呢 其實我們的依據標準就是這個進化獎勵的部分 後面這一個不停進化六星的獎勵裡面 當中有一個200點的能量 當然還有其他的經驗加倍又或者是這個彩虹怪的部分啦 那我們就單純只看這個200點的能量 換句話說如果我可以進化一次六星魔靈的話呢 那就等同於是可以換到十次的這個未知卷 那我們就看換十次未知卷 所得到的肥料 到底跟直接換能量哪一個是比較划算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先統計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一次升到五星肥料需要幾個 因為畢竟要升到六星嘛 等於說我要升五隻五星的肥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升五隻五星的肥料 到底需要幾隻一星的魔靈喔 OK那現在看包含材料的話 這裡一隻 然後下面這個升級的這邊一隻 然後再來二星升到三星的話 這邊要四隻一等的這個一星的魔靈 然後再來我們從三星升到四星的話 上面看得到需要這個十八隻魔靈喔 OK這樣十八隻 升上去之後呢 最後再看到四星要升到五星的話呢 需要九十六隻一星的魔靈 所以這邊升到五星一等的所需要的魔靈總數呢 就是一加一加四加十八 然後再加上九十六等於一百二十隻喔 所以我升到一隻五星一等的魔靈 需要一百二十隻一星的魔靈 那我們就迅速的開啟Excel 然後簡單的做一個計算就好了 其實按計算機也可以啦 只是可能Excel更清楚而已 那我們這邊就先很快的調列式列出來喔 我們這邊能量二十點的話呢 所需的周力清水是一百二十點 然後未知捲五十張呢 所需的周力清水呢 是一百個 那五星一等的魔靈呢 需要的一星魔靈數量 總共是一百二十隻 所以如果我們要升一隻五星魔靈的話呢 我們總共需要的數量呢 就是一百二十乘以五總共六百隻 也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要換的未知捲的總數 就是總共需要換到十二次的未知捲 需要換一千兩百點 但是各位重點來了喔 一千兩百點可以升一隻六星魔靈 這隻六星魔靈升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換到兩百點的能量點 還有經驗加倍以及彩虹怪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兩百點的能量 好像剛好也會等於我們 能量二十點兌換十次的總數 也就是說我今天想要兩百點的能量 我直接使用咒力精髓去換 需要換十次沒問題 但如果我今天使用未知捲換的話呢 所需要消耗的總數也是一樣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對換未知捲之間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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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未到六星一等拿到那兩百點的能量 除了會多出十二小時的經驗加倍 以及三屬的天使怪各一隻以外呢 千萬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喔 就是我們使用未知捲召喚的時候呢 並不是只會出現一等的一星的魔靈而已 也會出現兩星跟三星 所以從此以往來看的話 我們所需要消耗的這個捲軸數量 要升到五星一等所需要的數量 並不會真的需要換到十二次這麼的多 當然啦如果你今天要從無到有升到六星一等的話 你其實是需要七百二十隻一星的 因為除了五隻五星一等以外 你還需要一隻五星的角色去升到六星嘛 所以如果嚴格要來講 沒錯應該是七百二十張 但因為我們每次召喚 也會有二星跟三星 所以整體上的數量消耗 絕對是比起你直接去換二十點的能量 還要來的划算的 那當然這個部分也是有一些小缺點的 就是你需要消耗藍石來去做召喚 以及升星的一個步驟 但這個藍石消耗量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在整體資源上面來講 不要忘記還有那個三屬的彩虹怪 所以加起來絕對是直接換未知卷 比起直接換能量還要來的划算 好啦這是一個這一次活動發現小小的一個bug 那是由國外的網友發現這件事情的 其實有注意到最近的一個活動 給的能量好像有越來越小氣 可是給的未知卷好像有越來越多的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你是剛加入遊戲沒多久的新手 你非常缺升上六星的肥料的話 這個小技巧分享給各位啦 那如果你是老手玩家 其實也可以去練到這些肥料 然後去利用練肥料 可能補足宮會巨點站的角色 又或者可能把你倉庫一些還沒有練起來的魔靈 直接練到六星一等 甚至就算今天你這些都不缺了 你也可以單純的去刷這個未知卷 然後去作為肥料身上六星一點拿能量 然後利用這個能量再來刷符文刷巨人刷龍之地下城等等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參考啦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客家比較注重資源的玩家的話呢 這次的活動肯定在最後有多的咒力精髓的時候 拿去換未知卷會筆直接換能量 還要再來的划算一些些喔 但是呢如果你是中後期的玩家 你已經練了蠻多隻的話 還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呢 就是今天你的魔靈保管所 最多最多就是擴充到八百格 超過八百隻魔靈包含身上的一百二十格 總共九百二十隻魔靈 超過之後呢 就只能放在一般封印所這個地方 就是完全沒有裝符文 完全沒有裝模礦的這個地方 再多三百隻 所以上限就是一千兩百二十隻 只要超過了這個數量 你的包包就會處於爆倉狀態 無論你是要移動角色還是要幹嘛 都完全做不了 這是你可能要注意的事情 無論是你想要移動角色還是什麼 都完全移動不了 你抽到新角色 也會直接被送進召喚封印所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會拿不出來 因為你身上包包沒有空間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只能選擇兩種方案了 第一個呢 就是利用這個地方的一個刪除磁魔靈 去刪除掉一些 你本來就是拿來為了去練六星 然後拿能量的這個動作的魔靈 那如果今天你真的都是去升級那些 你想要用你用得到的魔靈的話 那你也是真的牛啊 能夠練到一千兩百二十隻 而且都是你所需要的 好假設真的有這個狀況的話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 你就只能寄信給遊戲官方 然後請他們幫你把魔靈從哪個地方移到哪個地方 就只有這兩個方案了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偏後期的玩家 你的倉庫偏滿的話 用這個方法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下 不過因為如果你是偏後期的玩家啦 你會去升上六星的材料什麼的 或許可能都是一些拓手可責的東西 或者是你單純就只是為了生一隻六星 為了拿那個能量 所以隨便找一個東西生 而不會特別去挑什麼樣的魔靈 那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刪除可能就比較沒有壓力 或你直接把它拿去吃驚豔也可以 其實我不知道六星的角色是不是可以拿來吃驚豔的 但理論上應該是可以啦 你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刪除一些六星魔靈啦 那因為使用這個方法呢 確實你可能會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六星魔靈 所以在這個地方稍微特別的提醒大家一下子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大概到這個地方 搞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